画面上一辆小货车驾驶将车子停好 下车准备卸货 结果疑似没有拉起手煞车 小货车慢慢往后滑行 后方机车见状赶紧吓得往旁边一闪 随后小货车就横跨两个车道 撞上对象同样正在卸货的大货车 车上的人吓得赶紧查看 带您来看一段警方怎么说 发现小货车驾驶 53岁张南 吹气酒精值浓度为0.40 超过法定标准值 原来事发在上个月29号下午一点多 当时这名张姓男子 开车来到男子区惠名路上准备送货 正当下车要将货品卸货时 没想到粗心大意忘了拉起手煞车 加上该路段又是下坡处 导致小货车一路往后滑行 横跨对象车道酿货 好在后方车辆及时闪避 才没有造成伤亡 不过事后警方对小货车驾驶实施酒测 酒测值超标也将他移送法办